重咬至全身过敏案例 张先生18岁 2019年2月间在学校 左脚被重咬 原先没有特别在意 自行在家用盐水擦洗 再用酒精擦拭 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越来越痒 持续约一个月后 伤口变大且明显肿起来 担心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到医院就诊 住院掉抗生素点滴5天 出院后继续服用抗生素 结果全身出现红斑点 其样无比 2019年3月11日 由原始点志工帮忙按推 并在所有皮肤起红疹处 涂上浆粉仪 然后做大温敷 回家后每天喝浓浆汤 约500cc 并且睡电躺温敷 每天大约2-3小时 脚上的伤口 因为一开始有一些血 及组织液流出 并且有一点溃烂 处理时 先洒干姜粉 靠近伤口的皮肤红肿部分 则涂抹姜粉泥 直到伤口表面 没有出血及组织液时 改为涂姜粉泥按摩 并放暖暖包 隔层部温敷换处 饮食上避开冰冷的饮料 牛奶还有鸡蛋 而且没有吃水果 当身体感觉痒的时候 反复涂抹姜粉泥 可缓解痒的感觉 按推和温敷后 也比较不会痒 而且比较好入眠 前后35天比对 2019年3月11日 第一次接触原始点 3月14日 以原始点方式处理4天后 身上红肿情况改善 程度减轻 3月15日 脚上的伤口愈合 3月22日 脸上红斑点改善很多 只剩色素沉淀 脚上伤口开始结痂 只有一点点小伤口在流血 4月8日 脸部几乎恢复正常 脚上伤口结痂脱落 4月15日 脚上伤口全部愈合 第一天 第35天 第35天